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牛郎都是靠吃女洗澡的时候 偷衣服才传成一段假话的 这次不撞不相惜啊 这次不撞不相惜啊 是啊 你啊你 捡个球也不会看见路 心也太大了 我当时是太着急了 因为我怕骑跟平车的 看不见的话 压上去会摔腰的 没想到你还挺善良的 你是喜欢低足球吗 不止足球 篮球和乒乓球我都喜欢 但其实我最厉害的是台球 是吗 我也喜欢 不会吧 那么大人 好 这次不撞不相惜啊 就下起了雨 街道的四周穿起 好好的马铃 人机流雨三十亿 坚实了脚底 到水波航的银片 全部是你 是什么天气 让我遇见你 清涼的你 像随风前进曾经 却要用客气 是什么天气让我遇见你 还是爱做的当场 你只是谁让我遇见你 老婆啊 有件事我想和你坦白 太气人了 这个男主送给女主的钻截真是假的 女主还原谅他了 告诉我 废的离婚不可 你说在爱情里怎么能有谎言呢 对 坦白 你有什么事骗我了 没有 我说的是 坦白案我坦白了 以后家里家务部全归我 你指挥就行 好不好 老公你太好了 老婆子 开饭了 好 老公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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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饭了 阿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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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起 讓你受苦 沒事 沒事 我想跟你談判一件事 你說 當年被你開車撞這件事 你 你 你是誰啊 我老公 只被想到你是這種女人 我還沒意思呢 你就著急找小三 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瘋啊 我跟她結婚都五十多年了 你說誰小三的 你是不是躺傻了 你就別跟她爭了 她都昏迷了五十年 腦子肯定不清楚 都怪我 當年要不是我太緊張了 把油門當成刹車 她也不至於被裝成植物人 我 吭 你 我 这可整日疼了五十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